我的主播我叫雅美 谢谢在这个拜拜上 也有两年多了 谢谢你们对我的陪伴 和对我的爱 也谢谢你们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 你们的时间 还有你们的 说白了 还有你们的各种各样的知识 你们的心意 你们的点点滴滴 其实我都收到了 从我最开始直播已经几年了 你们始终陪伴着我 也不知道何时 你们的开心也可以让我开心 因为难过也会变成我的难过 但最重要的是 在这里我觉得 我遇到了很多真心帮助我的人 这些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是遇不到的 在细节当中的点点滴滴 在这个网络上 我们有酸甜苦辣 我们有微笑 也有难过 也有数不尽的眼泪 还有点点滴滴的成长 有的时候呢 就像刚才所有的主播都会说出 一句话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思念也是最闷情的等待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不假 我记得我第一次 在这个萤幕面前哭 是因为我第一个场口 离开了我 这件事情还记在我的心里 所以说 在这个 也借着今天这个点点滴滴 跟大家表白 其实在这个玩玩上 我经历太多了 怎么时间还不到了 再不到眼泪的出来了 谢谢你们给我点点滴滴 让我成长 嗯 嗯 哈哈哈哈